因為有很多草書的筆畫 很多是環繞很多的 多半靠一些千絲引帶 使得這個如果時轉剛剛好 由印帶所形成的圈顏 會使人蠻有婉轉玲瓏的感覺 如果圈顏太多 漫無限制 它的繭繞、纏繞糾結 就會說好像如銀春飲 字字如幻秋雪 就是好像一些蛇纏繞在一起 就變成不好令人生厭 它舉得成功的成這個字 左邊的它認為比較剛好 圈顏只有一個 這裡一個 如果過多的話 一二三四五六 哇好多個看起來就會覺得過多 這裡還有一個 就圈顏不要那麼多 就是它封閉形的圓弧形的空間 不要太多 人家會覺得很厭煩 怎麼那麼囉嗦 看起來不舒服 這個是它 希望我帶給我們那個認識吧 然後另外的 它有提到的辨別為俗 就是有一些些微的特殊的區別 它舉例水跟個 個就是上面 就各位同學的個 差別很接近耶 然後這個珠色的珠 跟魚 姓氏那個魚 它差別很近耶 還有上下的上 跟這個青 有沒有同學有什麼青的 青 這個青呢 很接近的 它這幾個字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分享的這個部分 我先寫成 老師認為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就一個 單一個 圈顏一個 這樣比較大方 那如果 協博好的人呢 就有時候會這樣子 纏到過多 我現在挑不用 這個 為什麼 我現在講 還有 什麼 我們 哇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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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覺得不舒服 交流道 對,很像台灣的交流道 這個是比較成功的 比較不扭結的 右邊這個是比較扭結的 他認為這樣子會給人不舒服的觀感 因為書法一書是給人舒服的 這個不舒服絕對不能看 另外就是水 水大家比較熟悉 這個是草樹的水 這個應該要拉下來 各位要拉下來 這拉下來比較有水的味道 甚至於左邊這裡還稍微可以 右邊可以再多彎幾個 這樣子 但是如果是各位同學的個人不舒服 是這樣寫 很接近 很像吧 所以這是水 所以這是水 我的認為 就是這條線的區別 這個是主要的這條線 這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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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一個它的頭部是往前 往左 然後身體 腳往後 一個是剛好屎 一個是上半身再右 下半身再左 它區別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是我認為是主要的關鍵 加這兩個方向對的 大概這個字不會太多問題 所以是水跟個 它這個目的是要告訴我們要 要辨別為數 有些區 些些的一些差別 我們怎麼去認識呢 這是個 那另外呢還有清 清跟上 清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這個清 國務清的清 愛清的清 這個清 跟向下的相很像 跟向下的相很像 那時候寫草術就變成這樣 那時候寫草術就變成這樣 這樣子寫耶 如果你的名字是這樣 你真的轉到 轉到 簡化到這樣 簡化到這樣 這是清 那它的上下的上呢 就是從草術而來 就是這個筆畫 再這個筆畫 再這個筆畫 所以是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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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之間只有 這個不黏 其他都一模一樣 這個是上 然後 魚跟豬 魚跟豬 這個是魚 沒有通出頭的 這是沒有通出頭 這個是有通出頭的 我打算 根本是一模一樣 只差有通 有通出頭 沒通出頭 所以寫的時候 這個要幾小時 一不小心 就變成了 豬 這是魚 這是豬 這樣 區別就是這樣而已 今天你們就認識這個 不要太多 下